判断一个男人是否达到性高潮非常简单 一般以射精为标志 但对于判断女性的性高潮却非常复杂 女性性高潮时的表现不好捕捉 甚至很多女性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否体验过高潮 甚至大部分中年女人她其实是假装高潮的 而真实的数据 一般人都会被吓到居然有90%之高 事实上根据最近加拿大的研究 大多数女性至少偶尔会假装性高潮 对不起啦告诉你这么残忍的事实 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习惯 而且她们自己也不想的呀 而女人本来以为她对假装高潮很在行呢 至少她认为自己已经是大师级的演技了 但是最近她遇到了一个真的能让她在乎的人 当她看着她问她你是假装高潮的吗的时候 她觉得自己很差劲 因为她不能对她撒谎 她脸上出现的挫败感让她永生难忘 她突然想知道 到底有多少男人能看出当时她在假装高潮 或许是发现了也不想在意吧 只是对于她自己来说 那天真的好羞耻啊 她不想让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了 历代的性学研究者都试图给女性性高潮一个明确的定义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下设的女性性高潮专门委员会 你没听错 这是一个机构 而这个机构下定决心要给出一个最终的定义 它是这样的 女性性高潮是一种变化的短暂的快感巅峰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知觉变化 此刻骨盆区阴道横纹肌会不自主的间歇式的收缩 并伴随由子宫和肛门的收缩 以及性唤起时的血管充血 有时微局部的肌肉会出现短暂性的僵硬 这一系列生理变化会带来身心的满足感 相对简单的判断是观察女性是否出现阴道收缩 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女性达到性高潮的根本特征 在性高潮来临后的几秒钟内 阴道、子宫、肛门等部位的阔约肌开始不自主的收缩 每隔一至二秒收缩一次 这和男性性高潮的生理反应类似 但不同的女性收缩的频次和强度差别很大 一般越兴奋,盆底肌肉群越强,收缩的次数就多 高潮持续的时间就越长,快感也越强 所以,除非是天生盆底肌肉群很强 后天有运动习惯的女性,性高潮的反应会更强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发现 那如果女性刻意收缩,是不是就可以伪装高潮了? 理论上讲可以,但这样并不会产生太多快感 还有一个判断女性性高潮的标志是乳孕是否出现褶皱 女性在性换起时,乳头和乳孕会充血肿胀 性高潮后,血液从乳房以非常快的速度撤出 快到乳孕会短暂出现褶皱,然后恢复原状 不得不说,根据生理变化判断高潮稍微有点费劲 从情绪上观察可能更直接 性高潮时会分泌催产素,催产素会增加信赖 让彼此更加亲近,女性会变得更加温柔 每个人的高潮反应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很强,还会出现呼吸急促,面色潮红,发热 甚至全身抽搐,有些人的反应则相对弱一些 男性不能以某些人的高潮反应来要求自己的伴侣 女性也不要以你看到的来要求自己 只要觉得愉悦、舒服、满足 那就说明性生活是很成功的 而在每个女生心中,无论是对爱对欲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幻想 总希望每次的亲密时刻充满着浪漫 被温柔的吻以及唯美的交织环绕 在这样的当下 沈结于欢愉中那刻的表情一定很美吧 写实而柔美,捕捉女性情欲释放时的迷幻愉悦 现今社会风气下 对于女性表达情欲仍属禁忌领域 而立陶宛摄影师安博却反其道而行 渴望摆脱世俗的束缚 拍摄一系列女性纵情欲性爱 并获得生理最高于月时的表情计划 黑白画面风格显示而柔美 但却引发热议 许多人认为这系列的摄影作品游走在情色与道德之间 安博表示 他纯粹想探索现实生活中女性对情欲的真实流露样貌 并表现出大胆不虚假的艺术精髓 抱自己独享的欢愉时刻 有一种形式的性爱 是专属自己的私密享受 安博镜头下的每一个女性在展现情欲时都是如此不同 无需赤裸裸地展现女性欢愉时刻身体全貌 由她们抚摸自己的动作 那指尖交缠弯曲的诱人线条 如花朵般盛开的面部表情 都彷彿引领我们探索那最私密的秘境 光是如此就足以让人看得脸红心跳 勾动你我心弦 即使刻意过报 却能想见娇嫩肌肤下所透出的一丝红韵 在足够放松的情况下 才能毫无拘束地享受一场美好性爱 为了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 安博并不深处现场 也非牵身手握相机 而是将相机架设在固定位置 使用定时摄影模式 每隔数秒持续拍摄下 女性欢愉时刻的影像 而经由安博所处理过的影像 能见到画面中光影的流动 不准确的曝光 唐佛更能真实感受到 女性因情绪高涨而透出的一丝红韵 随之起伏的呼吸频率和逐渐加速的心跳 这组照片曾经发给过许多的女生 一天有一个女生跑来告诉她 我终于知道了高潮的样子和感觉 那是唯一的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当然过了一定年纪以后 爱爱的次数减少后 夫妻更应意识到 每次性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要是两人能同时获得身心上的满足 哪怕只有一次爱爱 也比平常的数十次好得多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 也说明一次高质量的性生活 对于夫妻关系有多么重要 那 对于夫妻关系〟